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方面由于疫情在美国的继续扩张 加州也是宣布了加州进入了紧急状态 美股周四大跌 三大指数的跌幅都超过了3% 那疫情引发的避险情绪同样也令黄金价格走高 黄金价格现在已经上涨到了1670美元 月内涨幅是2% 石油价格下跌 布伦特原油跌破了50美元 WTI原油现在也是46美元 那我们来说第一个话题啊 首先我们看到在疫情的冲击下 国内在春节之后 就是多个省市已经发布了 未来的几年的重点投资计划 这个投资已经超过了34万亿人民币 那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第一季度 国内的经济增长受疫情的冲击是非常的大 尤其是第三产业 第三产业在2019年的产业增加值 已经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超过50% 所以说这个疫情对于国内经济的影响的 是不言而喻的 那因此啊 在疫情的冲击和经济下行的压力之下 最近国内各个省市推出了非常密集的 而且是非常庞大的投资计划 总投资金额已经超过了34万亿人民币 那34万亿人民币是什么概念呢 2019年中国全年的GDP是99万亿 那34万亿相当于是GDP的34% 那就是说国内要把国内一年的GDP的34%的金额 拿出来去搞投资去搞基建 那我们也知道2008年的时候 这个经济次力计划是4万亿 那34万亿相当于4万亿的9倍 当然这34万亿呢 也并不是说一年就要去把它投资完成 而是可能是要持续好几年的一个累计的投资计划 不过这也说明了两个事情 第一个就是未来几年 中国的市场上的钱会更多了 而人民币呢也会更加的不值钱 那2020年是13.5的收官之年啊 我去看了一下近期的政府会议 就是尽管现在国内是有这个疫情的影响的 但是国内全年的经济目标并没有很大的变化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认为啊在疫情平稳之后 国内的经济调节力度很有可能继续加码 而基建呢就会承担这个经济增长的一个重任 那如果说中国在2020年要实现全年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目标 就需要稳定需求端 需求端呢主要是三个 第一个是出口 第二个是投资 第三个是消费 那出口 出口它是具有外生性的 并不那么的缺好刺激 那消费的弹性呢也比较很难太大 所以呢只有从投资这个方面下手 固定投资就是一个关键项 那在固定投资中能够直接带动的只有地产和基建 那地产方面呢因为有一句话嘛叫做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所以说住房的政策呢是很难全面的放开的 那说来说去就只有基建了 那从总量上来说啊 如果说要令到国内的地产和制造业的投资跟去年持平 那基建投资它必须要扩张10%左右 才可以把国内的固定投资稳定在5%左右 现在因为疫情啊还有贸易战的一些缘故 不仅是中国啊 在全球范围看来呢经济都是有一个放缓的趋势的 所以说发展基建和投资也向来都是各个国家去刺激经济的一个重要的手段 而铁矿石我们现在提到铁矿石 铁矿石呢它正是一个发展基建的一个必需品 那澳洲就有几家非常大型的铁矿石的勘探和开采公司 有Real Tinto 利拓 BHP 必合必拓还有FMG 那利拓和 BHP呢它已经是全球铁矿石三巨头的其中两家总部都在墨尔本 FMG也是一家专注于铁矿石的勘探和开发的公司 公司是2003年成立的总部位于西奥的 Perth 所以因为因为尽管国内因为疫情的原因啊还没有完全的复工 国内的钢材啊 矿啊可能会有一定的库存积压 但是我们从长期来看未来几年来看 因为中国大量的基建项目的投放啊相信中国对于铁矿石的需求会逐步的增加 而从而呢 去利好我们澳洲的一些铁矿公司 另外因为过去两周啊从春节开始吧的大跌 那目前这三家铁矿公司的股息分红也是非常高的 Real Tinto和 BHP有超过6%的分红 FMG的分红则是高达了10% BHP的股价也已经从41澳元美股的高位回落到了现在的不到34% 跌幅超过了20% 所以啊我们认为只要中国重新开启大规模基础建设的投资和发展 那澳洲的这三家铁矿公司股票就很可能重新迎来另一个春天 那接下来我们来说第二个话题 就是昨天还是前天啊 我看到新闻就说 澳洲Woolies已经对厕纸进行了限购 这让我感到非常非常的费解 那因为疫情在全世界的传播嘛 澳洲现在我看到 昨天啊也已经是确诊52例了 啊我非常 我是非常理解澳洲民众开始抢购一些啊 东西去囤积一些东西 但是有一些东西就让我觉得有点奇怪 就比如说这个厕纸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澳洲有一天会对厕纸进行限购 因为之前是奶粉嘛 那还还能够理解一点 但是厕纸的限购就让我就是 有点超出了我的知识盲区 那如果说大家去想一想啊 如果说疫情真的是在澳洲全面的爆发了 你想要去囤积的东西是什么 那我个人而言我首先想到的一定是跟我的生命健康安全 挂钩的东西比如说口罩消毒液这些就是防疫物质 防疫物资那或者说比如说是水啊食物啊这些就是生存的必需品了 所以说呃我就是我昨天去到乌里斯看到啊就是超市的厕纸货架已经是空空如也那其实食品 其实还是有蛮多的所以非常费解啊因为我上一次看到人们这么去抢厕纸 那是双国内的双十一厕纸的打折 其实这个厕纸的抢购从好几天前啊从日本就已经开始了 当时日本是有一则谣言吗 说是呃日本的厕纸全都是从中国进口的 而中国的疫情呢可能会导致这个日本市场上厕纸的断供 所以说大家开始囤积厕纸但是这是一则谣言 那澳洲呢它的厕纸不仅是本地产的而且这个产量是非常非常之大 所以说就连谣言也编不出来说是澳洲的厕纸需要从中国进口这种话了 那作为非生存必需品为什么大家还是要抢厕纸 多说一句啊这个厕纸它是不同于抽纸就是那种盒装的T恤的 它的消毒处理没有那么的严格 所以说它并不适合我们用来擦擦嘴啊擦鼻子啊什么的 所以我又分析了一下澳洲民众他去抢购厕纸的两大心理原因 那第一个心理原因呢就是可能在这个疫情爆发期间 大家总想要去做点什么买点什么囤一点什么 那厕纸呢它便宜嘛而且没有过期时间买了囤在那里 想用多久用多久所以呢是一个满足大家囤货心理的一个最佳的选择 那第二个心理原因呢就是从众心理或者说我们说到过的羊群效应 那本来不想买厕纸的人看见超市啊这个厕纸被一抢而空啊 所以就人云亦云人囤我囤人抢我抢大家抢我也去抢 那其实在资本市场上羊群效应它指的就是在一个群体当中单个的投资者啊 他总是根据其他投资者的行动而行动在别人买入的时候他就买入 在别人卖出的时候他就卖出所以当市场处于比较低迷的状态的时候 那比如说就像现在呃其实它正是我们去进行投资布局 等待未来出现高点的一个呃绝佳的时机 但是呢因为大多数人大多数投资人他存在着这么一个羊群效应的心理 所以当大家都不看好这个市场的时候 哪怕有一些具有成长前景的投资品种可能也无人问津 那如果说又等到市场热度重新增高 投资人可能才会争先恐后的去入场去抢购 一旦市场又稍有调整大家又会一窝蜂的杀出 这似乎也是大多数投资人无法克服的一个呃心理 那如何避免跟风操作呢 我们其实有一个建议 就是说如果大家总是在中英文媒体 整天看到什么股市大跌崩盘恐慌这类的新闻 那说明其实我们的机会可能就要来了 但是如果说所有媒体都在唱好 让大家重仓买入人人都去涌向这个市场 就连boxio的买菜的这个营业员啊 也开始讨论要去买什么产品的时候 就像是两年前比特币的疯狂 那就是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 那今天的话题呢就说到这里了 我们现在也给大家准备了每周的两次的线上网课 大家有有兴趣的话可以联系我们报名参加 我们电话是038658 0602 03 8658 0603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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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